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 這一節目 在一個星期前 有一個朋友問到我 關於移軸鏡頭 他跟我說 在網上看過一些資訊 也講過移軸鏡頭的原理 看完之後也不是太明白 所以我今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特別在移軸鏡頭的原理方面 為甚麼呢 老實說我自己也沒有玩過移軸鏡頭 只不過我一向對設定器材也有些研究 特別在原理方面我也細心研究過 所以今集我主要分享它的原理 如果大家真的想買移軸鏡頭的話 其實在網上也有不少網頁 都教大家如何運用一些移軸鏡頭 一些小技巧 特別可以運用這些移軸鏡頭 做到一些特別效果 令到你的照片產生一個不同的變化 未研究過原理之前 我們先看看移軸鏡頭是怎樣的 在畫面看到有兩支 這兩支都是相機的品牌 這兩支鏡頭同樣 都可以把鏡頭 左右鑽成一個不同的角度 又或者可以把它平移 待會我再看其他的講解 你會知道它的實際用途 但這些鏡頭相對來說 價錢也挺貴的 一支鏡頭起碼過萬以上 至於值不值的話 大家自己考慮 其實移軸鏡頭 當初它的發明 都是在一些工程學上運用的 因為它可以改變不同的焦點 令到一些建築物 呈現了一個不同的角度 這些角度很適合做一些 建築上面的數據參考 這方面也不多說 因為都比較複雜一下 我最主要知道 它為何會做到這些效果 以及如何運用它 除了剛才兩支鏡頭比較貴價之外 我們都可以平價去玩這個移軸鏡頭 可以買一些移軸接環 這些移軸接環通常是去淘寶 會找到的 價錢大約是二千元左右 除了效果當然沒有那些那麼漂亮 但是仍然可以玩到這個效果 你看到這兩個都有兩個不同的分別 左邊的這個 你看到那個環會向右邊移動 其實是左右移動 而右邊這個可以做一個不同的傾斜 而做了第三類的這些主節環 就可以做了兩樣東西 例如剛才看到那兩支鏡頭 可以做到一個平移和傾斜 看到這張圖鏡會比較清楚 看到鏡頭會向下伸展下去 就好像在右邊這個 成為某個角度 向上、向下、左右擺放 除了剛才那些移軸鏡頭 移軸接環之外 其實Lance Baby 都做了一支移軸鏡頭 但是這支鏡頭 特別少少 原理也是一樣的 但做出來的效果 跟那些有少少不同的 看到這就是它的效果 看到四圍變了一個放射式 的一個模範效果 說到移軸鏡頭 其實是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你看到這部相機很舊 但同樣原來這些古老相機 都可以做到一個移軸效果 看到這部相機也是一樣的 一部非常古老的相機 可以做到移軸的效果 可以將鏡頭左右上下 不同的角度去改變 類似剛才的古老相機 其實現在都有 這支鏡頭可以裝上機之後 同樣可以變成移軸鏡頭 可以做到一個伸縮 上下左右的不同的角度去拍攝 我剛才也說了很多不同的類型 除了那兩支品牌之外 如果你說我不是用這個品牌 可不可以買這些移軸鏡頭 當然可以 因為你可以用一些轉折環 可以用到不同的相機裡面 至於另外一些移軸折環 我發覺到通常是用在一些無反相機上面 特別很多時候的折環 都是給了Sony去用的 而接播鏡頭 會反而用一些比較舊的 一些手動的相機鏡頭 類似我們Canon 一些FD鏡頭 為了理想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用了移軸折環之後 基本上你的鏡頭 自動對焦很多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我發現我用一些古老的手動對焦鏡頭 反而更方便 這方面我不詳細去講 如果大家真的想玩這些 移軸折環的時候 留意一下它究竟 是配合到什麼相機 和什麼鏡頭 講回移軸鏡頭的原理 移軸鏡頭其實有時是很抽象的 但是我看回它的英文名 分別由兩個字組成的 第一個是我們傾斜 另外一個是平移 所以我剛才也講過 二觸鏡頭有傾斜和平移這兩樣東西 所以我看英文的名字 比較容易去理解的 看回相機 平移的 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這裡可以向上 向下 做一個移動 又或者左右也可以的 這個傾斜 看到有一個角度 上下左右不同傾斜 用法有什麼分別呢 最主要是傾斜 去改變焦點的平面 最大的強項 就是可以突出景深 講的景深 就不一定是要淺景深 除了可以突出淺景深之外 也可以突出一個很深的景深 兩個是不同的效果 有時候我們拍照 本來呢 產生一個很淺的景深 但是 收縮之後很小的光圈 都未必達到我們的效果 我想 張屋上每一個地方都清的 可以運用到二觸鏡頭 令到景深闊很多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深景深 相反 它會產生一個更淺的景深 另外一個是平移 平移最主要就是做透視控制 但只要這樣說 大家未必會明白 先看看這個例子 另外呢 可以用我做這些全景拍攝 可以拍一張很闊的相片 或者拍一張很高的照片 但它的效果出來 比我們用軟件去做 就好很多 好 先講一下平移效果 你會見到現在的樑屋照 左邊的照片 用普通鏡頭去拍攝 通常我們看到 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拍攝這些風景照 可能一些大廈的照片 你會見到 上面的地方 通常都會向內傾斜 而且都會小 越高的地方會越小 但是如果我們用了 二軸鏡頭的平移效果 你會見到那些大廈 完全垂直向上 而且最頂的地方 最下面的地方 它的闊度保持是一樣的 另外這張照片都會見到 這一張就用正常 而右邊這一張 用了二軸 這張比較誇張 就是很明顯的效果 正常的 我們拍照 是左邊這一張 一張很正常的照片 我們不會覺得古怪的 反而我用了二軸之後 右邊的照片 看得很古怪 平時我們看的 但不是這樣的 看到每一條垂直線 都完全是垂直的 再看多一張 這張也是 雖然我們拍攝的角度 有些不同 都是一些大廈 看到右邊這一張 都是每條垂直線 都是完全垂直的 用普通鏡頭拍出來的 這個平時我們見慣的 效果是這樣 看到線條 就不會垂直 也會向著某一個點 會傾斜上去 越多就會越細 好 看看原理 為何會這樣 先看看平時我們拍照 假設我們拍大廈 正常的 我們在相機 我們會在這個位置拍 一般的 我們拍一幅大廈 我們會 把相機微微傾斜向上 看看那個距離 因為我們相機 有人站在地下 看到在屋頂上面 頂的位置 離我這個相機 距離是遠一點的 而這一條 我們在地面 這條線 這個距離 就會短一點 但你會見到 去到我們相機 投射了 我們相機的晶片 的時候 這兩個距離 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 會形成了 一個向上縮小的 影像 試一下 用這些數字去看 我們假設 這個距離 長一點的 下面的距離 是短一點的 我們假設 是4比3 但是去到相機 是1比1 所以模型中 上面 就會縮小了 這個比例 這是一個正常的拍攝效果 來的 如果假設 我們真的想拍照 想令到這個大廈 上下的距離 都一樣 可以做到一個垂直線的話 我們要怎樣拍呢 需要把我們的相機 擺在半空中 我們在這裏拍過去 就可以拍到這個效果 如果我們真的這樣拍的話 你發覺到 上面 這個位 這個距離 去到相機 是這麽長 下面 又地下 這個相機中間 這個位置 同樣長短 距離一樣 上一點 和下一點一點 距離是一樣的 而去到 我們晶片裏面 這兩個距離 都是相同 所以得出的結果 拍出來 這間屋 完全保持原狀 同樣的 變出來 結果 這個距離是一的話 這個距離也是一 雖然 相機 距離短了 因為距離很短了 但是 保持 長度 都是一 因為兩個比例 沒有變 同一個比例 只是把大廈縮小 去晶片 所以結果出來 完全一樣 看到一間 很正常 垂直線的大廈 如果我用 移軸鏡頭 拍攝出來的 原理是怎樣的呢 同樣 我們都是 地面 上一個位置拍攝 但是 我將 平移 向上推 先看它的距離 上邊 這條線 這一點 它離開 屋的距離 是遠一點 但是 留意一下 如果經過 移軸鏡頭 平移效果之後 它反射回去 晶片的時候 看到 這條線 短些 這條線 距離 就長些 所以最後 它的結果 保持分 這個大廈 完全是一致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用回剛才的假設 我這個距離 是4 而下面的距離 是3 它反射回去 相機的時候 上面的距離是3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 有點古怪 剛剛相反了 只不過大家想一想 我們去到相機 成像的時候 其實是倒轉了 這個大廈 跟我們看的時候 是完全相反了 倒轉了 只不過我們看相片 就會反轉 這意思 好了 看看 原來這個長度 是4 下面這個是3 4比3 原來這裏出來是3比4 其實倒轉之後 變回4比3 所以 它們的長度 比例 完全一樣 呈現到的結果 這個大廈 是正常的 這就是它的基本原理 大家知道了 為什麼它會拍到 因為大廈可以垂直線 去看上去 而不會說 上面比較細 下面比較大 看看我們怎樣去拍攝 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就不同 我們一般的拍攝 這部相機 當然我們要固定 最好用腳架 當我們去取景的時候 先影就是這樣的 將地面的地平線 放在上的中間 一定是中間的 這條線 我們就看到了 所以我們拍一些 不單止用腳架 最好用一個水平2 現在我們數碼相機 很方便 我打開水平2 我測試到相機是否水平 或者我看我的腳架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水平2 當我們關掉腳架 而在我們觀景器看出去 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時候 我將鏡頭向上平移 推下去 你會發覺到 這個畫面 慢慢向下走 越來越多 本來看不到屋頂 屋頂好像向下移下來 最後 我們將它不停移 移到最後 就會看到這幅畫面 而因為用了移軸鏡頭 去拍攝 你看到線條 全部都是垂直的 原理 剛才我已經說過 大家都知道 除了可以拍攝大廈 垂直線之外 我們可以拍攝全景相 如果用移軸鏡頭 拍攝全景相 就非常之方便 就不同 平時我們用相機 去拍攝幾張連續的平面相 那時候 我們用了一些軟件 去合成的時候 它會幫它計算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用移軸鏡頭 用一個平移效果 就不需要用很複雜的軟件 基本上 就要用我們衝散出來 將收屋上 貼在一起 都會成為全景 首先 我們拍攝 我們先找一個中間位 拍攝完 我們在左邊 我們將鏡頭 平移去左邊 拍攝多第二張相 然後 第三張相 將它平移去右邊 又拍到第三張相 這房間相 合起來 就會包括整個房子 透過三張相 我們用軟件 就可以很簡單 將它接駁成一張全景相片 剛才我亦都說過 折環 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 又不想在淘寶買 其實有另外一個品牌 這個品牌大家都很熟悉 老蛤 它都出了一個移軸折環 這個折環 同樣 它都是 給Sony 用的 但是它用的鏡頭 都會用Canon 是Canon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選擇一下 這個移軸折環 價錢大約是二千多元 好 另外一個就是 傾斜 傾斜 很多時候我們拍攝這些 模型效果 你看到上下 比較萌 中間比較清 很多時候我們叫做 模型效果 透過傾斜 我們就做到 這樣的效果 首先我想 大家都去了解一下 我們 怎麼會有些 朦朧 大家也知道 我們上去開大光圈 就令到景深很淺 正確來說 它就是 因為景深範圍很窄 好像現在這樣的環境 主體在前面 現在我們就在前面 直接去拍這些主體 類似我們拍一些團體照 一排人站在那裡 這兩條紅線 我就當成景深範圍 所以紅線中間 有一個很清晰的景深 所以變成遠一點的地方 近一點的地方 就會蒙了 當然現在大家看到圖 你會發現到 如果我從最左邊 或最右邊 這個主體 去到我們的鏡頭 其實距離 比我們中間 長很多 可能長了一倍 只不過大家明白到 我這個例子 如果我畫到相機很遠 其實大家都不容易去看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有時候我們拍一些 一字排開的東西 我這個景深範圍 其實不是兩條平衡線 這條線是有少少傾斜的 這方面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我說的是什麼 所以我不希望花太多時間去解釋這些東西 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我拍的時候 我暫時當它是同一個距離 這一排人也好 一些某些物件也好 都會是清晰的 前後才會是蒙的 去到這裏想測開一些話題 有時候我們可以拍一些圖體照 那些人一字排開的 我對著中間的人的距離 和兩邊的人的距離 其實真的 它是離開了我們 最佳景深範圍的 所以我們拍圖體照的時候 最好 最理想的話 我們收拾肛圈 收拾肛圈的話 令到我們最佳景深範圍 闊了 所以站在兩邊 離開鏡頭比較遠的人 面貌都會清晰的 大家這方面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有時候我們想拍一些 即是前清後蒙 我用大光圈 我想拍一些東西 通常怎樣拍的話 我們會將相機打斜 見到這個最佳景深範圍 兩條紅線之間範圍 很窄 只是包括了這兩個物件 變成這個地方屬於前面 這個地方屬於後面 都會比較蒙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說 有時候很多人說 拍這些相片就是前清後蒙 其實不是的 其實前面很近的地方都是蒙的 所以有此清後蒙 有些少許好像沒有對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 再看回移軸鏡頭 我們拍模型效果 很多時候都是由高角度拍下去 剛才看到球場照照都是 我們由高角度拍下去 平常我們拍照 正常的相機拍下去 見到對焦範圍 就是這個闊度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拍照,真的不会拍到前后有部份地方盲的 因为实际说,我们距离都比较远 所以效果未必那么明显 但是呢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拍照的话,我们去细节看,远的地方 没那么清的 近的地方都没那么清的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相机在这个位置 这个对支范围就是这里 最佳健身范围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有点傾斜,所以它都比较阔一点 接着我们用这个移转镜头的傾斜功能 如果我将这个镜头向下,我将向下傾斜的话 我用箭嘴代表,我将向下傾斜 向下傾斜 你会发觉到最佳景山范围 变成水平 就类似我们刚才 我们用平移效果 做到相机可以 好像在半空中那样拍摄 它都一样 去到好像一模移到 镜头在这个位置 拍下去 如果我相机在这个位置拍下去的话 就等于我刚才拍照 而前面的地方距离也是 差不多的话 所以我会令到景深非常之清 就算我用一个大光圈拍摄的话 都可能形成的照片 每个地方都很清晰的 因为景深拉得很阔 我们要拉阔景深通常都比较少用的 刚刚相反过多人用的一个模型效果 这次我们将相机 那个镜头 向上扭 当它傾斜向上的话 你会发觉到最佳镜深 变成这样 在这样的时候 它的镜深就窄了 它会模拟到 好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平影的 在感情之下 它会令到 软的 蒙了 近的 都蒙了 中间 这位置就清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常叫的 模型效果 当然我们记得 拍这效果 我们用大光圈 相反我们用景深 要用好深的话 我们前后都要清的 最后用比较小光圈 会更加理想的 好了原理 基本上讲完了 我们讲一下 我们用异族镜头 一个平移 有些东西挺有趣的 特别是我们在拍一些镜 镜面的话 基本上 如果我们人站在那儿 我们拍一个镜 我用相机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拍过 有没有可能 不见到那个摄影师 没有可能的 一定会看到 像摄影师在那儿 但是如果用了 移軸镜头 就好了 我们可以把相机 移过去这个位置 避开了 镜面的反射 用移軸镜头 平移 好像这个例子 我把镜头向右平移 拍完出来 就会出现这个效果 挺有趣的 拍到镜面的反射 但是看不到摄影师 看不到相机 到了最后 你都说说 我们 移軸镜头 都挺贵的 就算我们买移軸接环 相对说 便宜一点 二三千元都可以买到 但是 当然 没有那么好 效果 没有那么漂亮的 我买支镜头 都过万一支 值不值呢 我们用后期加工 我用Photoshop 是不是都可以做到呢 这个东西 很见仁见智 因为用软件做出来 质素 当然是没那么漂亮的 如果只是想玩一下 效果 看出来 几特别的 我想改变一下 视觉感的话 至于买不买器材 就看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 在这里 我们也看看 用Photoshop做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这里就好上了 左边 是一张圆上来的 我经过Photoshop 看到每条瑞织线 就不会向内面倾斜 这个 右边的 就是用Photoshop做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 如果照片 不是要求很高 其实 都做出来差不多 当然 可不可以 这些照片 做一些 建筑学上的研究 其实不行 因为我们这样变形的话 其实有些东西 是不适合比例的 要适合比例的话 真是一定要用那个 二组镜头 看看另一张 这张也是 正常拍的时候 每条的瑞织线 都会向内倾斜 经过Photoshop 我们做完之后 出来的效果 就变成完全垂直 而每条垂直线 都是平衡向上 最后一张照片 这张是做了一个 模型效果 同样 我们左边 圆上来的 右边用了Photoshop 就做到 上面是蒙的 下面多蒙 中间是清的 基本上除了买器材之外 我们真的可以用 Photoshop做到 过去我都教过大家 如何用Photoshop 去做这些效果 未来可能用一集时间 和大家研究一下 我用Photoshop 如何做这些效果 好了 今集暂时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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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